很豐富的LACE單品 這個是偏向復古的圖案 這款是傳統花的 但有尼布的 所以也不需要額外打底 這款衣服是偏闊的 因為布料沒有彈性 所以是偏闊的剪刀 看看圖案 我覺得圖案做得很精緻 它的LACE手工很好 很到位 你看到真的很工整 這些位置全是很漂亮 很工整的一個排列 是偏向少少復古風 少少民族風 可能是因為這些圖案 這種波浪加這種圖案的配搭之下 我自己覺得是有少少復古風 和少少民族元素的 但偏向復古風多一點 我不 對 少少少 那些什麼 民族風格 少少 因為始終我還是看花多一點 花 看花的 和這一種 剛才我講的波浪 因為它上下都有 就好像做了一個古典框 這樣的形狀 所以我自己覺得偏向Vintage 少少 風格多一點 對 一個偏寬鬆的Cutting 因為它的衣服沒有彈性 保質沒有彈性 這個它是有尼布的 尼布就車死了 在背心位置已經車死了 去到手袖口 它也是同樣以一個比較寬鬆的尺寸 寬鬆的設計 寬鬆的設計去配合那個 或者連貫那個效果 那這個呢 它是有橡筋的 但是它的手袖口 就不緊的 它就是想做一個 收回進去的設計 那就做一個橡筋 就有點不好意思 那這裏是一個打閘位 那這裏 看到這裏都是偏寬鬆的 但是就不over的 你覺得整件事是對的 是到位的 小小寬鬆 因為你會見到 我的布質是偏挺身 但是它不是硬的 是軟身的 但是它那個款 可以維持型 你會見到手袖口 這些位置 我也是可以維持型的 那這裏的確是 它這種布質的特性 來的 就未去到很軟身 未去到很軟身的裂 對 這些叫軟身的裂 這些就可以維持型的裂 對 兩種不同的風格來的 那所以 這一種的風格 就偏向型格一點 或者有一個個性感 比較重一點的 那種味道可以帶出來的 那所以我就配了一個全黑的配搭 想著可以 即是Lady得來 也可以有一個型格一點的效果 那都是我挺想展示 這一種效果 這一種風格 這一種風格給大家看的 那除了一些 全黑的 好像很平淡的 那可以帶回這一種的帽 其實這頂帽我覺得都是很百搭 配到很多不同的風格都可以 對 你會覺得馬上有一個夏日感 有一個度假風出來的 那當然 下身那裡也可以再 調節一下 你可以配上 剛才我的 那個 花裙 比較 度假風 比較重一點 度假感重一點的 那個花裙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就是比較精緻的 Lace 那我就配上了 黑色的西褲 短版型的西褲